好 另外說到台南很多人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的美食了 大台南400年來的城市發展進程 因為港口崛起 一直到清朝送往迎來的官場文化 也形成了台南特有的飲食風味 台南的傳統食物 會帶有甜味是因為福州菜的影響 因為福州師傅聚集在台南 為什麼 因為官員到台灣來 所以高級的飲食文化會在這邊產生 那飲食文化要知道 中破塞要對對來 從福州省會就有人來這裡 這個福州人來台灣說三把刀 菜刀 剃頭刀 還有剪刀 台南除了小吃文明 歷經了荷蘭名正清朝不同的時代 古籍的數量也是全台第一的 到了日治時期 沿著火車站 到安平運河這條軸線開發的公共建築 更是增添了古都的風采 像是洋溢歐洲古典風格的台南周廳 還有現代化商圈莫廣町的開發 當時最耀眼的地標 林百貨還配備了南台灣第一座的電梯 一個全新的經驗也承載著城市的記憶 多元文化的衝擊 譜寫出大台南400年來精彩的城市奮鬥歷程 在今晚7點55分 請你鎖定民視台灣演藝節目 請你鎖定民視台灣演奏